活人的侯友宜 未來再來個職位 請問我,請問我,請問我一下 請問我一下,請問我一下 請問我一下 請問我一下 請問我一下,請問我一下 我再給你一句話 辛苦你了,謝謝你的來到 這段時間我常常來高雄 感謝高雄人的屁股 公情公義 充滿就希望到這次 天好友誼 又是我們高雄自在地 立委候選人 一路走來 我只說兩句 感恩修學 你陪我走一段路 我也是人不站起來 站起來 我們知道 人沒有人跟老婆 一些想法是不一定一樣 甚至一些作法 不一定看 所以第二個 一些大事件的事情 我們不可以用老婆看老婆 我們要用老婆人看老婆人 一路走來 這個過程 老婆誰用人 既民三分錢 深更深更再深更 為於 我們才有辦法 得到人民的人道 他跟南部人 一樣 想特養外國 只要說到老婆很多的事情 他們都家庭出去 那個反應非常的強烈 一樣 當然北部人的反應很強烈 但是南部人就很直接告訴你 這就是不行 這就是南部人 這個中間 我怕到南部 求去高雄市 我們的 菜市 我們的家 我們的家 我們的社團 特別休 他們也是 保留這個希望 希望可以 我們政黨的問題 希望可以 六成的民意 可以 管涉出 來國家 希望 改變的力量 我由於 對大家 很抱歉 我代表國民黨 接受國民黨的爭招 我就說過一句話 我一世人 最重要的信用力量 就是為我們中法民國 為台灣這個統領 付出我所有的信用 我都一樣 所以 我是5月17日 接受徵召以後 我來講過一句話 怕死無天 比較大的困難 我們就要跟他搭 要跟他搭 我們也知道這檔不好搭 主席也跟他一直說 這檔不好搭 但不好搭 一定要有人搭 我們也知道三家剛才選舉 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我都不服氣 尤其 我來到高雄 我很感動 我們八月六月六月三月 不管是 銀賢 梅珍 或是肉脆 抑鼻 接下來 我們的柏林 和我們的綿陽 我們的繁榮 不好意思 我看怎麼看 在那裡 那育仲 我們憑良一講一句話 他的腳踏實地 真的發情感恩 大家發大小聲 拚了 他都不放棄過 他也希望是要贏 他也是說過這個土地撲命 柯智恩也都撩下去 我最感恩的就是我們教學者 真的他是最後人生 他跟我說他要放那路口用於我 他做主委 臨迴受命 他一定拚 一直做 我告訴他 他已經告訴他 所以 要照顧誰 先讓我們教學者 打個手 有夠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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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他怎麼抓得很好 我什麼通道我不知道 但是我發解說 他如果走到我對 我聽他就對到我對 就表示說 教學者 做人成功 他那是高醫院同學 同學 所以這段時間 我看 教學者也看我骯髒髒 啊 連那個科學者也 稍微拍到 也黑黑了 防曬 阿龍 阿龍 他中 大廳 小廟廟 他都被我嚇到 他都被我嚇到 他都被我 都被我嚇到 他都被我嚇到 他真的 其實要說 大家的講師 講不完 真的講不完 我真的很感恩 我本來跟教學者說 欸 你主委也要繼續做 但是 他說他有 承諾 他要兌現 那不管怎麼樣 他優惡是我們的教學者 優惡是這些的利用 好了 主席 我也很感恩 他講得很好 國民黨 就是要改變 國民黨的改變 尤其南部的改變 送到更要更快 更要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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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要更大 要不斷的去讓他們認同 因為這幾年來 民進黨其實 把很多的事情汙名化 你要把它改起來 不太簡單 你要用心跟用力 要不斷的去 含我們的基材的民眾 來補股 來解散 想要用我們 要做的事情做不夠 我們的黨 一定要關心 南部人的生活 雖然 我們現在沒有立委 但是我們有不幸的立委 繼續服務 所以 我們來結合我們五十四個黨籍立委 團結一致 面對高雄人的需要 面對 南部所有人的需要 我們都要到頂邊 我們就有機會 所以今天侯友宜 雖然你是北市 仍然還會常常下來高雄 我不會只有今天 卸完票就不會回來 我還是要常常來 因為高雄很多的鄉親在新北市 高雄很多的鄉親在新北市 我還是講了一句話 不論侯友宜 未來再哪一個職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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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